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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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继续我们看一下它整个的校区设置 我在这里边呢用黄色和白色做了一个分界 就是说它的校区六所 那这六所有它各自的擅长和各自的专项 所以我们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如果你选服装设计 一般我们会写伦敦时装学院和中央圣马定 那么伦敦时装学院更注重一些实操 比如说你想系统的完整的学习服装 从设计到制作到整个流程圈出来 那你可能要选择伦敦时装学院 所以在UAL后面它会围坠一个London什么什么 就是它的学校的college的名字 那如果是以设计那种天马行空的设计想法为出众的话 我们一般会选择中央圣马定 所以这些学校呢也都有它各自的一些简称 所以中央圣马定有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 CSW什么这样的 它会有一些简称在上面 我在这里没有单独去列 大家可以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那从传媒学院来说 就是以摄影这些顶尖为主 那伦敦的时装学院是时装设计 Cumberware是英国艺术教育先期 这个Cumberware校区其实比较普遍 因为我们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校区 因为它呢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学校 很多人都不太选择它 但其实它的是很强的 不选它的主要原因就是 嫌它有点旧 可其实它本身的专业和学术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有些专业你是没得选的 只能去这所学院 所以一般情况下 第一选择是Cumberware这个小区 第二选择或者有些服装类的 第一选择会选择中央圣马定 这是这么几个侧重点 那比较创新的纯意这方面呢 我们会选择切尔西艺术学院 但是我们基本上 Cumberware和切尔西两所学院 在招生的时候是联合招生 只是分专业不同 中央圣马丁 伦敦时装这些都是单独招生的 还有温布尔东学院 以教育和戏剧表演为主的 这些是不太相同的地方 那我们从现在呢 先看一下 如何申请我们这个学校 从网站上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OK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UAL的官网 UAL从专业设置来说 我们很多人都说 我们申请UAL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95%以上的学生 拿到的UAL的offer是 Predegree Course 在我这里能够看到红色的 是Foundation Diploma in the Art and Design 基本是会选择这个的 为什么 因为在英国的这些学校的学制 本科是三年制 加上Predegree的一年 一共是四年制 而且在作为他们申请学校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要求 这个地方就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大部分都选 Foundation课程 International这里 OK 在这里边你会看到它的要求 应该在 这个位置 OK Entry Requirement 在这里边它会有一个要求 这些里边你至少要有这个成绩 Profolio Work 这是没有说的 Personal Statement 没有说的 A Level的成绩 我们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学生会选择去考A Level的成绩 但是这个并不容易 你就算拿到了A Level的成绩 你也不一定能够进到 它这个里边的一个课程里边去 所以它这里边有一个 Level 3 EU International 这个Such as International BCIB课程 这个也是可以往里放进去的 但其中它有一个单独的要求说明 这个是我们说的Foundation课程 Fundamental课程 我在这里找错位置了 就说你如果申请预课的课程 Foundation Diploma 你只需要高中毕业程就可以了 But 但是你如果申请的是本科课程 我们在这里看 我们在这里选 Study at UUEL 我们不选择 我们选择Undergraded Study 随便找一个专业 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的Undergraded course里边 我会选一个Biliteral for Fashion吧 Fashion它这里做得非常细 或者我们随便找一个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基本都是看贝威尔这个校区的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Entry Requirements里边它会写得很清楚了 让你必须pass一个Foundation Diploma in Art and Design in Level 3 and so forth 所以如果你没有学Foundation课程的话 你是不可以申请他们的本科的 直接上的要求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注意我们大部分申请UAL都是预科 因为我们的学制不同 他们是三年加一年预科 一共四年制 但这个预科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进去 所以这是本科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申请本科 那作为读上预科的人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 说为什么我们说读预科就可以 因为在预科的offer里经常他会承诺你上本科的offer 他上面会有写是双路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去读预科一点担心都没有了 只是在那里做一个基础的学习 因为在欧洲和美国的整体的美术教育 包括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发展趋势 他在大一并不分专业来选择学生 包括我们在申请美国的时候 很多的招生官会有一句话就是 请不要太过于倾向你的个人专业 他想看到这个艺术基础整体上比较宽 比较扎实的孩子 在大一的时候 所有课程是混着上的 当然有个别是可以选择了 大部分都是在统一一个环境来上 等大一结束以后 是有一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权利的 所以这就跟我们说实话 上英国这个的预科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所以大一并不涉及到专业课 所以你不用想我是不是服装设计 我要做出个衣服才可以上学 No 我们现在拿到的UAL的offer里边 没有完整的成品服装递上去 尤其是像美国的Parsons 他并不想看到一个成品的衣服 摆在那里 并不是说我做完一套衣服 就会有很高的优势或者怎么样 主要是看你的想法和个人能力 OK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UAL的时候 会主要注重选择一下你的Foundation课程 Program 当然我们一般申请的时候会同时申 Foundation and BA Bachelor 这个两个一起申 有些孩子真的画得非常棒 会有破格录去直接进入BA的 但是这个是极少数 但也会给他一个双路的一个要求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会选择 预科加本科同时申请 然后我们再看他 预科的一些要求 我们不要这个是Pretty Great Course Pretty Course里边呢 它会有各个专业要求的说明 在你选择的专业 如果你已经定了 我是要学服装设计的 那你要首先在本科的那个部分 一年级的本科一年级的那个栏目里 找到他对录取的要求 他你会要求你必须学习 哪一个Foundation的课程 就是说预科课程它会有要求 所以如果你学的预科课程 不符合他要求 在你申请的时候也会出麻烦 但是我觉得UAL的老师还比较Nice 所以呢 他会跟你确认 你确认你需要学这个专业吗 这个专业是什么什么什么 有的时候经常有学生读不懂 因为再加上我们这个网站 做的又特别复杂 所以很多人就比较迷茫 你看他们的Foundation课程里边 我们要注意的两个 一个是他的名字 一个是他的College 是哪一所学校 当然如果你只想去中央圣马丁 那么你可以在左侧这个地方呢 把校区直接就只写中央圣马丁 他这里没写中央圣马丁的 但他只写了Cumbridge了 OK 我如果挑上了这个的话 那么我这里边显示的全都是中央圣马丁的Precos 所以Precos里边其实这个Foundation diploma in art and design 这个基本上所有专业是都OK的 当然你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别的 然后呢这个是Graphic Community Design 这是根据专业不同会有一些趋向了 然后是这个Foundation diploma in art 这个Fine art领域的 然后这个里边有的是Fashion and Textile 就是我们说的材料这部分 这个领域 这都是中央圣马丁的 那如果你选择服装系的话 尽量选择这个校区来选择 但如果你选择的是Fine art and插画 这类课程的话呢 建议您扩展一下到这个Cumbridge这个课程这边来 这边的课程会更好一些 当然也就是这一个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这里就有很多的具体的要求了 如何去申请整个的时间要求 它有一个高中成绩 有一个作品集 还有同时UAL全部的UAL都有面试 所以这个面试呢 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个地方 English language它会低一些 但作为我们加拿大本土学生 基本上不会再要求你的英语成绩了 不会再看了 嗯 然后再一个注意就是说 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大家没有这个习惯 请大家认真看一下它专业里边的介绍 因为它有很多 它专业里面会学到什么 比如说在这个部分 Sandy Textal Craft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基础项目呢 它适合任何专业 这些全都是design方面的 然后illustration方面的 graphic design方面的 animation film communication 然后这些sculpture 这些它都会有列出来 它会主要focus在哪些方面上 这是他们整个的 这个专业的要求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 最好提前啊 把整个的要求全部说明 看得再清楚一点 OK 然后呢 我们看它的 international部分的要求 因为我们去申请都属于international 它会告诉你有几种方式 official in your country direct location 然后这些 direct location一般情况就是 你在这里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官网上去申请 官网上去申请 它所有的各种的信息 你可以email address 或者是你去creative一个 这些都可以 new user 你就可以在这里 creative一个按照要求 一步一步去申 但是作为加拿大呢 我们是有单独联系的招商官的 所以我们一般我会直接跟这个招商官联系 他会直接给我们安排面试 安排offer 而且UAL对我们加拿大的学生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我们不会走这个direct location 当然你自己去申请的时候 选择direct location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只不过我们长期呢 因为送的学生都还不错 而且确实都是能力比较强的学生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招商官 来负责我们这边的case 就会好很多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像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workshop 我们会带学生过去 在workshop上面也会直接指路 这些都是有过的 那么今年基本上就是 有一个phone call确认 然后呢会要求你递交所有材料 给你一个专门的链接 我们不在他的官网上直接申请 然后他会给我们准确的面试时间 学生只要在zoom上暗示面试以后 暂时为止都是在面试当天直接下offer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UAL申请有这么好的优势 就是学生在这么多年申请来说 我们没有学生的能力是够保证的 并不是说临时去学习 我们学生申请UAL 基本上确实也都是在我们幻市 划了有一两年至少 最少最少一年以上的学生 这样才可能去申请 因为实实在在的 如果这一年的foundation课上你不可以 你还是会被淘汰下来 虽然他承诺了你一个双血双路的这个要求 可是老师会看得出来你画的是不是你自己的作品 这些都是有明显的一个表现出来 而且在面试过程中 老师也会问你很多关于你作品集的问题 如果是你自己完成的作品集 一定可以说的滔滔不绝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有他的面试的一个原因的 这是我们对UAL申请的一些建议 给大家 您可以直接在官网上 directly申请 foundation地方嘛 您也可以呢 找我们过来去申请 他们直接跟招生官去联系的 这种方式也是OK的 好 那如果你觉得 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学生有很多申请UAL的研究生的 因为本科可能在加拿大读过了 大部分都觉得研究生的深造应该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所以今年我们UAL申请研究生的学生偏多一点 本科生大概即刻吧 研究生会多一些 所以研究生也都顺利的拿到了他自己想要的offer 只不过现在还有学生正在准备期 他觉得不够完善 所以一直没有递交 这个也是有的哈 OK 这是我们这里边 但是UAL呢 今年的研究生申请很讨厌 他已经变了两次题目了 在十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变过一次 然后在上两个星期前吧 本来应该准备递交作品的时候 又变了一次 就是说他是最容易出变化 而且今年他又cancel了很多个专业停止招生 所以这个一定要找你熟悉 你比较信任老师 帮你关注一下 UAL的申请的时候变数非常大 像今年他cancel几个专业 主要原因就是 很多学生去年是delay入学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在delay入学以后 他的学员名额就占据了今年的学员名额 这种情况比较多 所以他今年有些专业 像研究生的 应该是capwell那边的小区 研究生的插画 研究生的那几个专业来着 我当时记录下来 都已经停止招生 不招新生了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在面试和之前呢 他在作品机里添加了视频 也就是说你必须交一个视频作品 这个视频呢是主要介绍你 和你的作品的怎么样 都是在临时的时候添加上来 所以我们老说 UAL的邀格子是最多的 它经常有变数 所以希望大家在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时刻关注着 它的这个内容和它的一些更新 其他倒还好 OK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次基本上被录掉的 老学生的一些作品是什么样子 我只是简单的举两个范例出来看一下 OK 这个是我们今年UAL平面的学生被录掉的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服装的学生 一般插画的学生 这几个比较多一些 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UAL平面当时当面就录了学生的一些作品的结构 它基本上从基础上要求的比较多一些 个人的绘画能力上 然后呢一些创意想法上 因为它是平面设计 所以会涉及到很多跟平面设计相关的设计内容 包括还有一些行为艺术 一些装置艺术 这些它就要看到一个广泛的一个学生的个人能力 主要突出在那里 你比如说像我们做这套作品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种特殊的一些表现方式 包括一些镂空的一些雕刻呀什么 当然这些镂空的雕刻 我们不会用手去刻 我们自己的话是有自己的机器 有激光打印机 所以它会很轻松的把自己想表现的东西呢 做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画室里边有一些材料和工具上的提供 帮助了他们很多 用激光打印机出来的东西呢 就相对很精准了 做出来的效果也比较好 这个是做出来的一个成品书 它一定要看到样本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制作过程中会帮助大家做到 像这个呢是一套小的包装和加上课卡 所以它每一个作品的从设计概念想法 一直到完成成品 它是都要看到的 那包括这一部分它有一个字体的设计 所以这一个设计里边 作为平面实际来讲 它涵盖了很多内容 那也就是老师也要看 比如说老师在面试的时候 他会直接就问你了 你为什么选择平面设计 你喜欢平面设计什么 为什么地方 为什么去选择这个专业 这个要学生自己去叙述你的原因 如果是老师帮你选择专业 我估计这个就很难去回答了 因为毕竟面试的时间 老师提出一个问题 你不能只回答一句话 你要滔滔不绝的跟他去讲 是你的想法 对吧 然后呢 接着他还会问 你为什么选择我们UAL的这个小区 就是他有很多小区嘛 对吧 那就是说明对你 对UAL到底有多少了解 是不是说跟风 你就来申请了 根本你并不了解 他老师很希望是一个 你了解我们学校 了解我们的专业老师 了解我们的专业方向的人 像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网站上 其实都有他这个专业项目的 负责人的名字 所以作为学生来说 应该提前去搜索 这些人的状态 这些人都做些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老师 还都是当代的艺术家 所以像在这个Foundation课程里边 大家在看了文章的介绍 所有的内容以后 他这里边就会有一个 在这里 所以他这里边有各个专业老师的 所有的名称 你都应该去了解一下 他们的擅长点 他们的作品特点 这样的话 在你在面试的过程中 因为它存在一个面试问题 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会 比较清晰的脑袋里知道 我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我专业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考研究生的学生呢 就更要注重他这里边 带研究生的老师 都是什么风格 你最终选择哪一位老师 为什么要选择他 我们不是说研究生一报就OK了 研究生提前也是要定好导师 这才可以包了 OK 好 那继续我们往下看 希望大家注意这些细节 那继续往下的话 接着呢 就是它各个分布的一个包装盒的一个展示 包括里边的模型 小东西 这个都是我们学生自己来制作的 全部都是亲手制作 这是它学习和创作的过程 因为今年的疫情特别特殊 真的是作业是一半学校 一半家里这样来会折腾 把它们完成 很不容易 所以 而且下周好像也有可能会更严格的lockdown 这个我们不清楚了 但所以我们12年学生 现在至少我很放心 大部分作品已经完成了 OK 这是我们的手机上面的一些 AI各方面的设计 App Design 它都属于平面设计里边的 海报设计 所以它会从颜色的设计 里边的各种标志型的设计 文字的设计 里边图案的设计 各方面来说明你的整个设计意图和想法 包括这个是一套字体设计了 这都是我们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自己去一项一项去完成的 那么这个字体设计在后期的运用 都会体现出来 OK 那这是我们的基础内容 基础作业 必须在你的作品机里充分体现 那么像这个学生的基础作业部分 在前面也是很多 你看他把基础作业放在最前面了 因为老师其实更想看到是你的基础能力 专业项目呢 这是一个你个人对专业的了解体现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个别的一些服装设计的一个内容吧 这是我们学生做的服装设计的一套作品机 那么在他的作品机当中呢 有一些比如说他的纯绘画方面的东西 纯印方面的绘画部分 这些全部都是他个人的一些作品 那像这个是我们做的3D作品 3D的立体模型 根据他的创意想法 运用综合材料 来体现他所有的一个设计构思 这个是另一套作业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还是挺不错 他整个作品做的非常放松 这是他根据个人 这一系列的衣服吧 引申出来的这么一个 一个小的雕塑模型的制作 可以看到里在华氏 当时在全部都封闭状态 大家都要戴着口罩来上课 很受限制 但整体做完了以后呢 这是他的一个小的架下的一个作品 我们说架下架上呢 就是说架下的一般就属于 立体的雕塑模型 行为艺术是属于架下作品 架上呢 就是在画架 简单点理解 在画架子上面 进行艺术创作 比如油画 屏析 素描各种 这都属于架上艺术 OK 所以这里边我们这一部分的架下艺术 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一块 那么剩下的服装部分呢 就是他作为申请UAL的时候的一些创意想法 那整个的作品呢 其实结构上来说 基本上是一半专业 一半基础 所以作为我们挑战这些名校的时候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你只要方向对的话 作品努力去绘制 应该是问题 不是很大 但是一定要忌讳的就是 老师或者谁来帮你去做 因为这个作为我自己 说实话 虽然我来教学生 我也不能说我自己是多么多么 强的一个老师 可是我也能一眼看出来 哪里是老师画的 哪里是学生画的 相信各个招生官教授 也会看得出来 这个非常非常容易判断 大家不要那种 心里就是 我不行时间紧了 找老师 我找谁帮我画吧 或者找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 画画能力强 帮我画一些 这个是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你的作品里不可能没有你的画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自然的流露 很清晰的一个不和谐 OK 好 那基本上我们对UAL的 简单的说明的就是这些 就是在申请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可以了 如果作为自己DIY申请的时候 直接在官网上 international的部分 去申请foundation课程 first 是第一步 同时在申请表添加的时候 你可以再添加 大一的课程 争取能量 让他给你一个双路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你是 希望能够更快的录取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直接找负责的招生官 来进行提前的 对你作品集的一个审核 争取能够一次性通过 那最后就是伦敦的这几所学校的分解 大家一看UAL 再看里面的申请就会很晕的 所有的校区都有各自的强项 根据各自自己想学的专业 去选择你的校区 是最理想的一个方法 OK 然后呢 英国其他学校我也建议大家去深一些 比如说Kingston 为大家看一下Kingston这所学校 没错了 心里的学校 是台中学校 是台中学校 也不知道 是台中学校 是台中学校 在一位中学校 是台中学校 我研究校 是台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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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申请这所学校的时候呢 我希望就是说大家注意什么哈 申请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网站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UCAS 就是说在我们申请的时候 很多学生会直接在官网上直接申请 那还有一个UCAS呢 是整个英国的一个申请平台 有点像我们安省的OUAC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可能有些学生家长 还没有到10和11年级 不太了解 在我们这边呢申请安省大学 包括多大华铁卢这些所有名校 都需要在OUAC上进行申请 上周呢我们就讲了OUAC的使用方式 因为它是加拿大的一个大学的申请 OUAC Ontario 这个地方它就会有什么各个学校 比如说我是省内的再读生 我就可以选择这些学校和专业了 比如说我会选择 假如我暂定是Canadian citizen 你就可以选择你想上的学校 那么这里学校基本都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英国的UCAS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如果你不通过直接的官网 也不通过我们这种直路的招生官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UCAS上选择 那么它的范围会框一点 除了UAL以外英国其他很多大学都在这个上面做申请 你只要在这上面做register 然后呢就可以去将你的各个方面的东西呢 lock up 就是uplog就可以了 其中就是你的高中成绩 高中成绩一般它会要求你从高中 直接发邮件给他们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在这边读满时间不够四年以上 甚至有些学校可能不够五年以上 它会有一定的要求 可能会让你补交雅思成绩 但这个雅思成绩呢 我建议如果你是申请其他国家的时候 又低语言不是英语的话 尽量提前考一米雅思放在那里 这样有备无患 因为等你申请的时候再考就已经晚了 那么作为预科的雅思成绩 它只要5.0到5.5 那么本科的雅思成绩一般会要求到6.5 美国基本都普遍是要求6.5 个别学校7.0 这是对雅思的要求 美国的高中成绩 我们下一次会说 它不会直接从我们的老师这里发出去 只有个别的私校 是可以将成绩直接发给招生学校的 因为他们的整个的成绩系统呢 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去制作 比如说像据我所知道的 我们自己的学生像BSS 就Bishops General School 这个女校啊什么 他们的成绩是可以直接递交 不需要公证的 公校 我们所有的TDSP VRDSP 这些公校成绩 都需要有专门的公证机构 不要自己找律师公证哦 有自己的专门的要求好的公证机构 做也公证 在美国有他们专门的要求 从公证机构将成绩单发往各个学校 它是有这样固定的要求 那么像Kinston这种学校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UCAS上申请 你也可以像之前一样 在它的官网上直接申请 All of it is okay 全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申请学校 这所学校的著名的地方 像我们说学插画 除了UAL去学插画以外 Kinston插画今年排名是第一的 所以每一次呢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 这些学校都很不错 其实建议大家把眼光放宽 不要只是集中在一所或两所 很有名的名校 我们毕竟要尝试多种 等大家都把offer拿到了 再做选择 会更比较理想一点 前期呢 我们就是努力的准备各自的专业的作品 OK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简单把这个欧洲的这些学校的 全部都讲了一遍 UCAS因为我们不在这上面申请 所以我也没有单独的login的号码 一般情况下可能你认识的就可以看到了 里边大同小异 都是贴一些个人的基本资料 贴一些你可能会申请的学校 都把它找到 放进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从UCAS上申请的话 真的速度是要比我们这种 UAL这个直路招生官慢很多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别一两个学生 在国内是有留学机构帮忙的 所以呢他们会从那边进行申请 申请的时间其实不比我们晚 不比我们晚 可是我们已经全部录取offer拿到了 但是他的呢还没有 暂时没有消息 所以速度上是会差很多的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选择UAL的时候 找一个比较靠谱理想的专业机构 帮忙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招生官直路 UAL在我们这边是有的 OK 好 到这里呢是我今天讲的 主要的一些UAL的申请和 注意事项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边把你的Mac打开 直接问我问题 你们的Mac应该都是open状态的 可以直接问我应该今天人也不多 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详细的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 大家有问题吗 UAL的 有人留言给我了 UAL的申请时间点 UAL是这样的 它呢 因为是foundation课程 它的open时间很多 所以我建议大家查一下 像这个foundation课程 它一年有两次招生的 所以我们一般只要上网一看 它已经open 就可以往里递交了 像我们今年最早的是 10 10月末就已经开始递交了 那但它有deadline 今年的deadline是2月4号截止 2月3号还是4号 星期四 我看一下 2月3、4号左右吧 是它的截止日期 所以这个大家请注意就可以了 OK 下面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UAL的foundation课程 如果学完了 那再往上读 一年级是不是还要准备作品集 这个呢我回答您是的 虽然我们有双路OK 但是在它的foundation课程结束的时候 就会要求你做一套作品集的 这个作品集里就包含了 你在这个课程里做的 和在申请这个课程的时候 你所做过比较理想的作品 都可以递交上去 OK 这个是我们在 很多学生读完这个课程以后 直路往上读的时候 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它会让你再次递交一次作品集 而且这个作品集尽量 还是要你递交 foundation的时候有所不同 OK UAL的服装设计有哪些专业 这个我还真的是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UAL的服装设计专专业都有哪些 UAL的服装设计专业呢 是这样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UAL的服装设计专专业 它分的非常详细 为什么要做这个预科的学习呢 就是因为它的服装设计专业要分的非常详细了 男装女装全都分开了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有侧重点了 比如说undergraduate course 然后我们看fashion 因为我们大部分说实话 就是想去读fashion 对吧 OK 读fashion的话 大家来看 fashion sportswear 运动装 fashion print fashion design development 然后这个是属于材料设计了 这是woman wear 女装 这些全都分开了 所以在你foundation课程的时候 你会选择服装类的foundation课程 然后呢 选择大一的时候 真的是要全部separate 你到底要学什么 所以我们说UAL为什么这么强 就是因为它分的太细致了 还有包括fashion design with marketing 这个呢 其实在我们加拿大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加拿大学服装设计 可能只能去rearson 然后 服装设计好像 没什么选择 OK的是一个material 那里边会有一点点服装设计方向 并不是纯的服装设计专业了 所以选择很窄 但是在美国 比如说我们去fit 去parsons 还是一样可以分的很详细的 然后就是英国服装界 为什么如此强 看到了吧 所以它patent cutting 各个方面全会分的非常详细的来招生 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OK 然后呢 从fashion marketing部分可以看到 communication fashion marketing making and pattern cutting 这就不说了 styling and makeup 这个是专门的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 这叫什么 styling 怎么翻译好 一时蒙住了 我们是有这个职业的 非常棒的一个职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专业方向 也会分的比较细致一些 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什么stylist 这种艺术家都在这里面 还有就是fashion business部分 会有哪些东西 我们一般会讲一些management 还有一些奢侈品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奢侈品管理什么这些都有 所以这个呢 在我们说的 像这个专业 branding什么 这个就很特殊了 所以它都在London College 上的fashion这个地方会出现 在服装设计方面呢 一般会在中央圣瓦丁 在这种相对比较接近市场啊 技巧啊 这些东西它会选择 London of fashion 看一下这个fashion design部分 它就基本都是 中央圣瓦丁校区了 对不对 OK 这两个校区把所有的服装界 全都摘住了 so这就是我们对 UAL的一个基本了解 更详细的 甚至说网界每年我们录取 学生UAL的作品 大家可以在微信里边 去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或者联系我 联系金老师 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 课程 因为国家lockdown的原因 只有限额 但没有说不可以上课 是可以开放的 但是有人数限制 只有试人 所以大家对于有一些想法 和咨询想见面来说的话 一定要提前预约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天的 限制人数都是 check在leads上 哪一天可以 像周六周日 我们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周六周日全都是我们的 学生和老师 OK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问题呢 可以在微信里问 提前也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们下周呢 就会停止两周的 这个每周的这个讲座和咨询 我们会在圣诞节后回来 和大家共同继续看一下 美国的申请 和其他国家的申请流程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